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在香港 如果WiFi容許的底下 其實這個WiFi真的不行 其實我今早就試了 那我現在呢 要買一部5G手機 因為我接下來呢 我很多時候會走出去 無論是4月 打算去台北一個健康展覽 那這次回去 都要準備買機票 為什麼呢 現在轉做健康食品 雖然很多之前過往支持大匪的朋友 那時候我們新王國最主要做食 那現在是減少了 不是沒有 減少了 我想三分二 那也有很多人 喂 我以前來支持你 最重要就是食 那結果你現在不是轉了做 就是說少很多這個範圍 甚至在我們的銷售局那裡退股 看到很多人離開了 那當然這些東西如果真的沒有辦法 合乎你們的要求的 那也沒有辦法的 那但是 一定要解決5G這個問題 因為 如果做直播 如果你根本上不穩定 就是如果在吉隆坡就可以的 在雲頂就不行的 在泰國是沒有一個地方可以的 那我自己本身這些是4G系統 那一做直播的時候就會 我試播了今天 那咳咳一下又停 咳咳一下又停 那數據流量不行 雖然泰國號稱是5G國家 但是我自己本身不行 俄乎戰爭 那做完這一節 那應該就真的要等開波了 拉邦傑派 那G7 站在烏克蘭身邊 已經和澤連斯基在2月24日 這個共同宣言裡面 視像會議 挺到底 而更重要的當然就是 中國的外交部的12條 觸發了整個歐洲 整個歐洲對中共的不滿 就是說你這12條 根本上就是 跑火車 就是中國容易跑火車 或者打嘴炮 是這樣的話 根本上毫無作用 不單只是這樣 拉邦傑派已經出盡了 伊朗是低調些 近期伊朗是相對低調些 因為伊朗自己本身 自身的問題 都未必能夠解決得到 我講的當然就是 他自己國內 一個不滿的情緒 對政權 這樣還有誰 南非 南非已經聯合軍演 但是這些根本上 沒有影響力 低遠征以致 都距離很遠 這樣俄羅斯還有什麼牌打 今時今日 你就發覺有三個國家 第一個國家 現在中共 中共利用它的外交力 外交的影響力 想盡辦法 壓制著 就是說 現在對 對 俄羅斯譴責 他入侵烏克蘭 這些情緒 這是第一 第二 還有當然 就是白俄羅斯 白俄羅斯 盧卡申科已經說 我們在2月28日 即將來的兩天 各事訪問 但是之前 其實已經 有的 有的就是 大量的外交工作 甚至 承認說 會出兵 派遣幫助俄羅斯 現在盧卡申科 直接這樣說 會訪問 俄羅斯 商量大計 就是這場大戰究竟會怎樣 而第三 就是北韓 北韓這幾天不停地 無視聯合國 一些叫做 導彈協議 不停地試射 試射 試射 射飛彈 射飛彈 已經連續幾天 其實就是一個牽制作用 就是一個警告作用 表面上 這場戰爭已經齊人了 那 肥仔欣為什麼會射飛彈 就是他已經 做一個牽制作用 其實大家都知道 在這裡打仗 你一定要擺很多的陣勢 不是各與各之間這麼簡單 是兩個團體之間 射飛彈 令到美國或者韓國 甚至日本 在俄烏戰爭上 他們有所分身 這個就是北韓 而真正 打地面戰 就要白俄羅斯的加入 而所謂保級 保級 保級 就是說很多很多的 戰士物資 就需要中共的支援 這張牌 已經打了出來 普京已经在各方面爆出来 但是你问我会不会影响大局 不会 不会真正这样影响到大局 这个就是现在的国际局势 因为支援你的在在需材 你认为金正恩还可以射几多个飞弹 是不是真的敢打这场仗 而白俄罗斯从头到尾都是看着普京做人 等着普京让 但是普京捉不捉意 他的实力捉不捉意 继续支援白俄罗斯都成问题 因为自己本身已经千瘡百孔 这样就是说最强而有力的不是南非 南非是打嘴炮的 就是只剩下中共 中共的后勤部级 是不是在这里源源不绝 这个就是问题 因为中共本身都有他的经济压力 这场仗很快出去 我自己预计3月8、9日 一直到3月10几日 那都是看天气的 各方的势力已经摆好居马 大家在这里等着 究竟是哪一个开第一枪先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